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容易会产生不合理的位数哦 例如计算画面中容积浓度 到底答案要取几位数字呢 就很重要了 此时应用有效数字的观念 就能避免不合理的数字产生哦 那学习有效数字之前 先让我们再来好好认识实验室常使用的 玻璃度量器材 分两种功能 第一TC to contain 例如容量瓶 第二TD to deliver 例如两桶 颗度吸量管 低定管 然而常用的烧杯或三角瓶 都不具备TC或TD功能 它们只是提供化学反应的容器而已哦 所以瓶身上的颗度是相当不准确的 让我们一起来看详细的介绍 那学习有效数字之前 先让我们再来好好认识实验室常使用的玻璃度量器材 画面当中所看到的这些玻璃器材都是化学实验室常用的玻璃器材 它们上面都有刻度线 有的上面只有一条刻度线 有的上面有很多条刻度线 那这些刻度线它的毒值是多少呢 这是进入化学实验室非常重要的先前训练 请各位同学们要继续看下去哦 烧杯和三角瓶 它们是属于进行化学反应的玻璃器皿 上面的刻度仅供参考而已 并没有真正的准确度 因为厂商出厂的时候已经告诉你 它上面的刻度是 Approximate volume 仅止参考而已哦 所以同学们切记 不要认为它上面写的刻度是准确的 量桶跟刻度吸量管 都是实验室TD等级的玻璃器皿 上面有很多的刻度线 应该来如何读取它呢 首先以100毫升的量桶为例 上面写100比1 1就是它最小的刻度线 是1毫升的刻度线 25毫升的量桶上面写25比0.2毫升 也就是每个刻度线是以0.2毫升为兼具 10毫升的刻度吸量管上面写10比0.1 那也就是它的刻度线是以0.1毫升为兼具 因此同学们就可以知道 这只量桶可以读到小数点下一位 这只可以读到小数点下二位 这只刻度吸量管可以读到小数点下二位 记得哦 刚刚讲的都是估计值 定量品是实验室Tc等级的定容器皿 它们身上只有一条刻度线 而刻度线我们应该要如何读取呢 以100毫升的定量品为例 上面有写正负0.10毫升 也就是它可以读取到小数点下二位 因此当你的液体加到这条刻度线的时候 你所读取的体积是100.00毫升 250毫升定量品的刻度线 应该要如何读取呢 这上面有写正负0.15毫升 也就是小数点下二位 因此当到达这条线时要写250.00毫升 有效数字的定义是精确值加上一位估计值的所有数字 称为有效数字 我们以具刻度量测Td器皿为例 以滴定管为例 我们从画面当中所看到的 意面的刻度线是3.15毫升 是三位有效数字 为什么呢 因为低定管它的精确数值是0.1毫升 那它的估计值就是0.10毫升 有关量桶和刻度C量管 它们的精确数值和估计值 如画面所示 要加以善用哦 链子荧幕显示 则记录所有数值 例如相片中天平133.62克 则共有五位有效数字 由此可得知 在记录测量之物理量时 不能随便乱写哦 以至于夸大或缩小了数据的准确度 有效数字的运算规范 第一 加减运算 加减运算之后的有效数字 由估计值最大的数值来决定 根据画面当中这个算式 它的答案并不是7.3195 因为考虑有效数字的规则以后 真正的答案应该为7.3才恰当 乘除运算的规则为何呢 对于数值乘除后之结果 其有效数字的位数 由全部数值中 具有最少位有效数字之数值决定 我们根据下面这个大气压 换算的式子可以看到 760毫米拱柱 它只是一个换算因子 所以我们不用考虑它的有效位数 但是分子的745.6毫米拱柱 是四位有效数字 根据计算机以后的答案 是0.98105 这样就是五位有效数字 所以这个答案并不是正确的 应该考虑为四位有效数字 所以真正的答案要写成 0.9811才是恰当的答案哦 有关对数及反对数的运算 它的规则和上面很不一样 我们来看它的定义 对于数值取对数后之结果 其有效数字的位数 只由其尾数部分来决定哦 因手数部分为10的密数 并非有效数字 这一点非常重要 要记住 尾数部分的有效数字 至位数 因与取对数前的数值相同 我们根据范例来看会比较清楚 范例1 1.75乘以10的8次方 因为1.75的原因 所以它是具有三位有效数字 可是如果取完对数以后呢 它的答案例如 最右边8.243038 那到底要取几位呢 8是不用看的 我们要看它的尾数 所以我们要取三位的尾数 也就是243 所以这一题取完对数以后 答案是8.243 我们再举一个例子 例如ph值的计算 若氢离子的浓度是 3.5乘以10的-10次方m 因为3.5的原因 所以是两位有效数字 所以取完对数以后 答案并不是9.45593哦 是要9.469 不用考虑它 要看它后面的尾数 46两位有效数字 所以这一题的正确答案是9.46 好的 根据我们上面所有的范例 我们来做一个最后的总整理哦 例如我们来看刚刚影片当中 第一个范例 也就是这一个浓度 答案应该是多少呢 我们现在来看 重量0.4015克 有效数字是4位 204是这个物质的分子量 它是细数 所以你不用考虑它的有效细数 分母里头的10.15毫升 这是实际上现场根据低定管所量测的 所以10.15是4位有效数字 下面的1000 这是一个转换成公升的系数转换 所以也不用考虑它 所以这整个范例我们可以知道 4位有效数字是最后的答案哦 所以答案是0.1939N 你答对了吗 词词曲扣 5位有效数字 5位有效数字 6位有效数字 词曲扣 那是5位有效数字